2020年是文艺复兴大师拉斐尔逝世500周年的日子 拉斐尔、达文西和米开朗基罗并列文艺复兴三节 而为了让更多的民众了解 这位以擅长肖像画和圣母像优雅姿态而文明的艺术家 花林在地的书店特别邀请了西洋艺术史的专家 透过画作的赏西邀请民众探索文艺复兴时代的时空和光芒 2020年是文艺复兴大师拉斐尔逝世的500周年 为了纪念这位意大利画家、建筑师 2020年世界各地举办不少纪念特展 最有名的500多年前雅典学院大壁画 就是出自这位文艺复兴大师之首 而今年适逢17岁生日的时光二手书店 特别邀请到西洋艺术史专家也是画家的郑志柜 带来文艺复兴的光芒 绘画的天使拉斐尔讲座 去年2020年是拉斐尔逝世的500周年 全世界都有大展览 然后都有大的活动 我们算是赶上尾声 就是我有一系列的演讲 跨2020年到2021年的这个大活动 所以我们想我就把它搬来这个时光边 就是像时光致敬 然后用一个不太严肃但是稍稍有画面的一个方式 来谈这个美丽的流星 画过艺术的一个闪亮的光芒 所以我们就叫做文艺复兴之光芒 然后拉斐尔实际上是个天使 那因为时光的这个吴迈尔特别喜欢天使 所以我们今年就主打天使 拉斐尔的天使 拉斐尔是绘画的天使 所以这有一点点巧合 也有一点点喜感的味道 把一个比较严肃的很有深度的 一个所谓艺术史的内涵 讲成一个艺术的故事 讲成一点有点巧合的美妙的色彩 那曾志龟先生其实在时光 大概是2004年开幕的时候 他帮我们就是时光画了一些招牌 招牌的字是他写的 然后他也帮我们时光画了一些肖像画这样子 就是屋子屋内的一些风景 对那他跟两位当初一起合伙开书店的人 秀宁和婉林两个人是好朋友 对那这次今年刚好适逢就是时光17年生日 17岁生日 那我们就邀请郑志龟先生来讲一场艺术的活动这样子 书店表示 门外招牌的时光二字 就是郑志龟老师在创立之初帮忙写下 而主持人陈蔡健老师则是书店第一年的老客人 透过英语和美学领域两位专家 除了见证二手书店17年来的屹立不遥 也期望为在地人文风景创造更多的无限可能 这次讲帮夜华联系报导